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和老公没日没夜,靠奋斗买下别墅,重男轻女的父母,却劝我让给弟弟,说我生不出孩子,房子早晚是他的,我拿起扫帚把他们全都赶了出去,可第二天家门口一幕,却让我直接傻眼了。 我跟老公靠奋斗买下别墅,弟弟一家来做客,弟媳俨俨然一副主人的样子,反正你们生不出孩子,这房子早晚给我儿子,重男轻女的父母也来劝我,我拿扫帚把他们全都赶了出去,今天弟弟一家来参观新房,我跟老公周川创业多年,终于买下这栋别墅, 房子上下四层,带前后两个院子,虽然位置有点偏,但终于不用忍受楼上的噪音了。 上家主人还留下了全套的高档家具和家电,我们直接拎包入住。 对于这个房子,我跟周川都很满意,决定下半辈子不挪窝了,就在这里养老。 上午十点,我正在厨房做午餐的准备,突然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 我探头望出去,原来是弟弟一家来了。 弟媳手里牵着五岁的侄子,弟弟单手拎着一个西瓜,把半地下车库的卷帘门拍得啪啪响。 宋年,在上面。 我用手指了指大门的方向,到了也不打电话。 宋年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不熟悉环境啊。 弟媳在一旁向我敏敏纯,算是打招呼。 我跟弟弟从小感情不算好,各自成家后,交往就更少了。 后来我与周川创业有了点成绩,与弟弟走动才多了些。 从进玄关,两口子就开始嘖嘖赞叹个没完。 这玄关的大理石看着真高档。 你看这客厅,通高的,多敞亮。 自己家还装电梯,真会享受,这一个月得不少电费吧。 老婆你快看,人家一个卫生间比咱家卧室都大。 我跟周川带着尴尬的笑,陪着他们参观。 姐啊,你现在可真厉害,住这么大的房子。 要是我跟美娜也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就好了。 可惜我一个月工资才三千,就是干一辈子也买不起啊。 哈哈,宋年自嘲道。 弟媳看着看着,不说话了,眼圈微微发红。 我们更尴尬了,只好装着看不见。 其实,我跟周川根本算不上有钱人,只是比较注重生活质量。 我们平时不买奢侈品,再加上没有孩子,才攒下钱买了这栋郊区的别墅。 听宋年这么说,我赶紧客气道,这地方天,全款还不够室内一套学区房的。 姐,你可快别装穷了,你不是刚买了宝马,Mini吗? 你们又不用上班打卡,还一人一台车呢? 我们家就一台桑塔纳,开了快十年,我跟宋年天天上班抢着开,比不了啊,比不了。 弟媳微笑着说,可是眼睛里一点笑意都没有,我听着莫名的不舒服。 正想把周川扔下陪他们,我自己躲去厨房,突然听到楼上一声尖叫,然后是什么东西打碎了的声音。 原来我们聊得太入神,侄子小土豆自己跑到二楼去了。 二楼是主卧,带一个大阳台。 地媳惊恐地冲上楼梯,我们也赶紧跟上去。 刚到卧室门口,我就闻到浓郁的香水味。 小土豆把梳妆台上的散粉弄得到处都是,地上还有一瓶摔碎了的香水。 地媳一把搂过小土豆,把它抱得离玻璃查圆点,然后上下打量它有没有受伤。 小土豆把粉扑拍到妈妈的脸上,嘎嘎直乐。 我见孩子没受伤,松了一口气,东西碎就碎了吧,小土豆没事就行。 地媳都起了嘴,姐,你真是的,明知道小土豆要来,也不把这些瓶瓶罐罐收好。 还有,桌子上药片随手乱放,被小土豆误吃了,可怎么办? 我走过去把药片放进抽屉里,对不起啊,家里没孩子,是我粗心了。 周川在我后面哼了一声,我用手肘碰了碰他。 宋年曾经跟我说过,李美娜生完孩子以后,就像变了个人,眼里只有儿子。 他还问我,姐,你说女人是不是当妈以后都这样? 我想想我的闺蜜们,生完孩子,照常上班,运动健身。 跟我聊的话题也与之前没什么两样,可能人与人不一样吧。 周川见我不让他说话,干脆去厨房了,他还有几道菜没做。 这时,小土豆又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欢叫着扑到角落里一只大玩具熊身上。 熊比他还大好几圈,小土豆喜欢得不得了,在大熊身上滚来滚去。 眼看着熊耳朵都被扯遍了形,我皱了皱眉。 这是上个星期,我在国外的闺蜜回国看我时,送我的桥签礼物。 大学时,我生活费不够,都是他接济的我。 我生病挂一晚上的吊瓶,也是他不休不眠照顾我。 现在他去国外定居,我们好几年才能见上一面。 我把大熊摆在卧室,就是为了想它的时候,心里有个寄托。 我刚要走过去阻止,小土豆就大声说,妈妈,我好喜欢这只熊啊,能送给我吗? 弟媳宠溺地看着儿子,说,行,儿子,喜欢咱就抱回家。 又转头对宋年说,这熊太大了,车后备箱能放下吗? 宋年有点尴尬,美娜,你还没问咱姐搭不答应呢? 弟媳笑着说,宋年,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小心眼啊? 一个玩具而已,咱姐这么有钱,不会舍不得的。 是吧,姐。 我微笑着对小土豆说,这只熊是姑姑好朋友送的,不能送给你。 姑姑答应你,再买一只新的送你,行吗? 弟媳一听,脸当场就拉了下来。 小土豆抱着熊死不撒手,不吗? 我就要这只,别的我都不喜欢。 我见熊耳朵都快被扯开线了,只得上前把小土豆拉下来。 这只真的不行,它也是姑姑最心爱的玩具。 我坚持到,弟媳上前一把把小土豆拽走。 走,不给咱就不要了,回家妈给你买只更大更好的。 又用我能听到的声音,小声嘟囔,真是越有钱越抠门。 然后看都不看我一眼,拉着宋年快不走了。 我把熊整理了一下,重新摆放。 得去厨房看一下,周川菜做得怎么样了。 周川忙着做他的拿手菜。 弟弟一家坐在客厅,好动的小土豆又坐不住了。 我把电视打开,放他最喜欢的小猪佩奇,他才终于安静下来。 有孩子调节气氛,我们几个大人又聊了起来。 话题不知怎么引到我结婚多年,没生孩子上面。 姐,你跟姐夫不再努努力了。 你看我有了儿子以后,感觉干活都更有劲了。 宋年小声说, 哎,是过了,医生说是我的问题,很难。 我叹口气,做出一副失落的样子。 弟席见状,忙抱起在一旁认真看电视的小土豆, 在他脸上巴基亲了一口,说, 儿子啊,妈怎么那么爱你? 说完得意洋洋地瞥了我一眼。 我在心里暗笑, 这小心思就差拿着大喇叭站在世界中央喊了。 其实,在要孩子这件事上,我撒了谎。 我与周川结婚以后,互相约定先忙事业, 等到生活安定下来再考虑要孩子。 不知不觉年纪大了, 为了堵住别人的嘴, 干脆就说生不了。 在我家这边,说是我的问题, 他在他家就说是他身体有毛病。 现在一手创立的公司逐步走上正轨, 我们也悄悄地开始备孕。 周川说了, 他家没有皇位要继承。 要孩子这件事,顺其自然, 对外我们还是统一口径, 就说生不了。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当天, 弟弟一家找借口, 非要留在我家住。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 弟媳说, 他们睡得那间卧室壁纸颜色太老气了。 宋年说小院里应该放一个烤肉架, 他喜欢吃烧烤。 我和周川对视一眼, 一人一个煮鸡蛋, 堵住了他们的嘴。 一星期后, 弟弟一家又来了, 而且是自己开门进来的。 上次以后, 公司一个项目出了点状况。 我和周川带着员工天天加班, 有时干脆住在公司, 才终于赶上了进度。 到了周末, 周川要请员工吃大餐, 我身体扛不住, 先回家了。 快到家的时候, 远远看到我家门前停着宋年那辆桑塔呢。 弟弟来了。 打开大门, 玄关一堆鞋子, 吓了我一跳。 弟弟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姐来了。 你怎么进来的? 我惊讶道。 那个, 哈哈, 姐你先进来。 我换鞋进了客厅, 发现客厅的沙发被换了个方向。 本来是优字形排列的, 现在被摆成了一排。 侄子小土豆, 骑着滑板车, 在客厅来来回回, 玩得满头大汗。 沙发前的茶几上有一些外卖盒, 还有两个空的一拉罐。 弟媳躺在贵妃椅上玩手机, 见我回来, 抬眼打了声招呼, 用手指飞快地打字。 我的心沉了下来, 不用宋年说, 我也知道怎么回事。 搬家以后, 我妈非让我留一把新房钥匙给她, 说是以防我们出门, 忘带钥匙进不去门。 很显然, 是我妈把我家的钥匙给了宋年。 我忙了两天没回家, 又累又困, 实在不想吵架, 就把手里的包往沙发上一摔, 是妈给你们的钥匙吧, 现在我回来了, 你们可以走了。 宋年脸上的笑僵住了, 看了蒂席一眼。 蒂席停下打字的手, 对小土豆使了个眼色。 小土豆立即跳下滑板车, 飞奔过来扑向我。 姑姑, 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爸妈带我来的时候, 还以为姑姑在家呢, 因为怕我玩的时候碰到, 妈妈才搬沙发。 蒂席也在一边说, 是啊, 姐, 我们刚来不久, 我寻思让小土豆玩一会儿, 就马上把沙发搬回原位。 没想到, 你回来得这么早, 我气笑了, 怎么? 嫌我回来早了? 搞清楚, 这是我家。 蒂席脸上的表情怪怪的, 不置可否。 宋年健壮忙压着我的肩膀, 让我坐下来, 熟门熟路地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可乐。 可了吧, 先喝点水。 我抬手推开, 谁允许你们不经过我同意进来的? 这是妈给的钥匙, 担心我们来了你不在家吗? 你看这大热天的, 总不好让小土豆在外面站着等吧。 弟弟解释道, 宋年, 跟姐说这么多干嘛, 就一句话, 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亲姐弟, 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搞得都生分了。 姐的家, 就跟咱自己家一样, 要我说, 咱家的钥匙也给姐留一把, 你随时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弟弟说着, 就开始掏钥匙。 我微笑着说, 不用了, 你家的钥匙我一直都有, 是不是时间久了? 你们自己都忘了呀。 听我说完, 宋年和弟媳的脸色一变, 久久没说话。 我也不想继续客气了, 站起来打开大门, 请吧, 我要休息了。 哦, 对了, 明天我会叫人装个指纹密码锁, 你们手里的钥匙可以扔了。 弟媳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向上的嘴角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姐, 你这么做就不地道了, 也太不给人面子了。 哦, 你们不经过我同意, 撕闯我的房子, 就地道了。 我反唇相机, 咱妈同意的, 咱妈都开口了, 有什么不能来的。 我笑了, 一口一个咱妈, 平时可没见你叫得这么热乎。 弟媳说完, 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死赖着不走了。 反正这个家, 我想来就来, 你就是安了密码锁, 也得把密码告诉我。 宋年觉得丢脸, 一直试图拉他起来。 弟媳哭了, 一遍遍把他的手打开。 宋年, 你个没用的, 我跟着你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 想过一点福吗? 妈说了什么? 你跟你姐说呀, 别弄得好像我要占你家什么便宜似的。 宋年看着我, 动了动嘴, 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 我疑惑地想, 妈又出什么主意了? 不会是让我把新买的别墅送给他们吧? 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自从弟弟宋年出生, 父母就把养儿子的重担转嫁到了我的身上。 我不配用好东西, 因为家里条件一般, 钱都得花在弟弟身上。 青春期, 别的女孩尽情打扮, 而我都是一身校服过来的, 弟弟却是一身名牌。 上了大学, 我的生活费仅够吃饭。 一旦有什么突发状况, 到了月底就只能啃馒头和咸菜。 父母还说, 我花得多, 经常给我举例子, 谁家孩子全靠助学贷款读完大学, 工作了还能赚大钱孝顺父母。 末了说我, 一点都不体谅父母的辛苦, 就知道花钱。 小时候不懂, 一直被父母扑, 觉得为弟弟付出都是应该的。 宋年在父母这样的教育下, 也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小时候, 她还经常捉弄我, 故意在我和她单独相处的时候, 突然大哭起来, 然后对着怒气冲冲过来的父母告状, 说我偷偷打她。 看着我委屈的辩驳, 却只能换来更严厉的责打。 她笑得直不起腰。 直到我长大了一些, 看到同学的父母是怎么疼爱自己的孩子, 我才明白我的生活是不正常的。 我学会了反抗。 可这些过去的伤痛, 就像刻在我的大脑上一样, 怎么都忘不掉, 导致我与父母和弟弟一直都清静不起来。 弟媳见宋年半天说不出口, 哭得更厉害了。 好, 你要当好人, 那今天这个坏人就我来当了, 反正我嫁给你, 这辈子就算完了。 弟媳擦擦眼泪, 说, 妈说, 你跟姐夫生不了孩子, 将来你们百年之后, 财产没人继承, 这是个大事。 我这才明白过来, 弟弟一家之所以大摇大摆地跑到我家, 都是因为我妈的受益, 他们是看中了我刚买的别墅。 想到这, 我冷笑一声, 我的财产, 不关我妈的事, 更不关你们的事。 弟媳急了, 我觉得妈说得有道理, 咱家的钱, 总不能让外人拿了去。 你看姐夫那边是独生子, 没有下一代, 说来说去, 咱家这代就剩下小土豆。 弟媳一把把小土豆拉过来, 刚才是我说话急, 姐, 你别介意, 可是小土豆是你的亲侄子, 从小你看着长大的, 将来你老了, 身边没人, 就让小土豆给你养老。 实在不行, 让他改口, 叫你妈都行。 弟媳咬咬牙, 狠心说, 我看着黑不溜秋, 人如其名的小土豆, 觉得弟媳的想法, 真是怪天马行空的。 而且, 这一家人, 只是自己在家里做做梦, 今天就能开门进来, 在我辛苦打拼的房子里当主人。 我要是真的同意了, 怕是下一步就要被纠占雀巢了。 李美娜, 下次这种美梦, 你自己在家做做就行了, 不用跟我说。 再不走我叫保安了, 弟媳还要试图说服我。 姐, 你再好好想想, 这件事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毕竟是你的问题生不了孩子, 你就不怕姐夫将来把你甩了, 找别的女人生。 到时候, 你怎么办呢? 没老公又没孩子。 我家小土豆是儿子, 能给你撑腰, 有儿子了, 什么都不用怕, 我听他越说越荒诞, 白眼都快翻到天上了。 我跟弟媳接触不多, 也就过年的时候见一次面, 没说过几句话, 真的想不到他竟是这种人。 在别人看来, 我多年无法生育,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极痛苦的事。 可他却逮着这件事, 拼命地往我心口上捅刀子。 为了这点财产, 不可谓不恶毒。 至于我弟宋年, 虽然他一声不吭, 本质上与弟媳也没什么区别。 而且他更加的白眼狼。 我刚要拿出手机叫保安, 一个声音从我身后响起。 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 即使我跟宋岳一辈子没有孩子, 我也不可能像你说的, 找别的女人生。 更不会随便给别人家的小孩当爸妈。 我家的钱怎么花, 不用你惦记。 我跟宋岳商量过, 到时候把房子卖了, 用卖房的钱环游世界, 住高档养老院。 花不完就捐给希望小学, 让中国的孩子多受教育, 省得变成某些没层次的中年人, 成天盯着别人的口袋。 说话的是周川, 他还是像过去一样, 那么毒舌。 地席被说得哑口无言, 一张脸憋得通红, 眼泪在眼眶里滚哪滚。 周川身材高大, 说话声中气十足, 气定神贤的态度, 趁得宋年和地席 像两个跑进别人家的小偷。 原来今天公司聚餐, 他结完账, 就提前回来陪我了, 没想到遇到眼前的一幕。 同是男人, 被这么奚落, 宋年的脸早就挂不住了。 我非常了解他, 他就是个没用的妈宝男。 小时候躲在父母背后, 结婚后让媳妇在前面出头。 别人替他冲锋陷阵, 他该得的利益一分不少拿。 此时他弯着腰, 拼命地拉拽地席, 你给我起来, 别在这丢人。 地席猛地抬起头, 疯了一样地用拳头 锤打他的大腿。 我丢人, 我这都是为了谁? 啊, 宋年, 我当时嫁给你, 你说你家给你买好了房, 房本上是你的名字, 这是不是你说的? 你家还说, 只要生了孩子, 就把我的名字加上去, 这是不是也是你说的? 结果呢?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可真是傻呀。 地席坐在地上, 头发凌乱, 又哭又笑。 我和周川无语地站在一边, 在看宋年, 一副被戳了废管子的样子。 恼羞成怒的他居然冲地席 扬起手掌, 你这个贱人, 我们家对你还不好。 每个月, 我妈都给你生活费, 小土豆各种兴趣搬的钱, 也是我妈出的。 我妈一分钱, 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你他妈烫个头发就两千, 就你那张脸, 也配。 说着, 巴掌就要落到地席的身上。 说时迟那时快, 周川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怒吃道, 打老婆,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在一旁目睹了一切的小土豆, 早就哭得生思历竭。 弟媳被我拉着, 否则他要跟宋年拼命。 闹了半天, 最后弟媳哑着嗓子说, 宋年, 我算看透你了, 我们离婚。 弟弟一家走后, 当天晚上, 不出所料, 我接到了妈的电话。 这么多年, 这已经形成一套固定流程了。 宋年有困难, 回家诉苦, 妈就给我打电话。 月啊, 我妈一开口就带着哭腔, 咋回事啊? 你弟回家, 说要离婚啊? 我不知道, 这是他们夫妻间的事, 再说了, 他们每年都要闹几次离婚, 不是吗? 我洗漱完, 正坐上床准备睡觉, 周川在一旁, 听到是我妈来的电话, 放下了手中的书。 月啊, 你递他不容易, 每个月挣那点死工资, 还养个孩子, 老婆又厉害, 你是姐姐, 得帮帮他。 我妈又说, 妈, 我一直在帮他, 每个月我给你们的养老钱, 您都用来接济他了吧。 我不说, 不代表我不知道, 否则, 以他们的退休金, 哪够资助我弟一家? 嗨嗨, 你弟他这不是困难吗? 咱都是一家人, 要互相帮忙, 如果您说的帮忙, 是让我把房子送给他, 那我做不到。 我干脆了当地说了出来, 一旁的周川向我竖起大拇指, 哎呀, 没说现在给, 我的意思是, 你也没个孩子, 将来老了, 床前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 妈这是担心你啊, 你把小土豆认了, 以后有人给你养老, 这多好。 我心想, 我妈还挺会画大饼的, 别说想要孩子, 我会自己生, 就算真没孩子, 我也不会考虑去认一个儿子。 妈, 您别说了, 我不可能认小土豆当儿子, 这个房子是我和周川辛辛苦苦挣出来的, 谁都别惦记。 我斩钉截铁地打断我妈的念想, 电话里我妈还要说什么, 我爸又接过电话, 接着说, 月啊, 爸在这儿, 爸已经说过你妈了, 一天天地一静找事, 你而不容易, 我看你也挺辛苦。 我忍不住说, 爸, 你要说什么, 就直说吧, 还是你地房子的事, 你看, 你现在过得好了, 他现在住的那套两室的房子, 哪天过个户, 给他得了。 我翻了个白眼, 胸中一口闷气涌上来。 我毕业后那两年, 房价还算便宜, 闺蜜有关系, 说有套小两居能拿到内部价。 我当时工作攒了点钱, 很心动, 就试着问家里能不能借我点。 没想到, 我爸居然对我说家里没钱帮我, 让我一切靠自己。 他们还劝我把房子写上我弟的名字, 说他将来结婚没房不行。 我当然没听他们的。 后来还是闺蜜借我钱, 我咬牙买下了房子, 交完首付, 我身上就剩下几百块。 后来我批命工作, 省吃俭用, 不到两年, 连本带利地把钱还给了闺蜜。 每当想到这件事, 我都委屈难过得不行。 那几年的日子过得真是不堪回首。 后来与周川结婚, 住的另外一套房子, 这套小两居就闲置了。 等到宋年结婚, 父母又让我把这套房先借给宋年住, 说家里为宋年准备的房子还有两年才交付。 宋年也来求我, 说弟媳已经有了身孕, 不能一直跟爸妈一起住。 我心一软就同意了。 没想到这一住就住了六年, 新房早就下来了, 弟弟一家也没有搬出来的意思。 期间, 他们没交过一次物业费, 也没主动提过这件事。 我爸这次倒是给我提了个醒, 也该把我的房子要回来了, 否则时间长了, 全家怕事都忘了 这房子本来是我的。 好不容易挂了电话, 我深深叹了口气, 一旁的周川健壮, 把我搂进怀里, 怎么, 爸妈又为难你了? 我把头靠在周川宽厚的肩膀上, 感到了无尽的安全感。 周川, 我想把给宋年住的那套房子收回来, 你说好不好? 周川用揽着我的那只手 温柔地蹭我的脸, 开玩笑道, 你的婚前财产, 你自己定。 我就是觉得, 我家一直这样, 对你挺不公平的。 我别了别嘴, 你父母那边, 什么要求都没提过, 结婚时还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可我家, 只会一味地让我帮衬弟弟。 我是独生子吗? 跟你不一样? 再说了, 你家的情况结婚前我就知道了, 我都不在意, 你在意什么? 只要我有能力, 就会一直支持你的决定。 我正感动着, 他又笑着说, 不过先说好了呀, 这个别墅可不能给你递, 我们说过, 要在这里养老的, 也不许认儿子, 因为, 嘿嘿, 说着, 周川栖身压了下来, 忙乱中, 我伸出手臂关掉了台灯, 几天后, 我给宋年打电话, 提醒他该把房子还给我了, 听他的口气, 已经跟弟媳和好如初了, 但是他为难地说, 房子已经被妈租出去了, 现在搬不了。 我问了妈, 她也是这么说的, 我问合同签到了哪一天, 她就含含糊糊, 故意不说清楚, 于是我自己开车去了一趟, 问了左邻右舍, 都说这个房子一直空着, 没见有人住, 果然, 又是一家人和起伙来骗我。 下班后, 我窝着火, 给宋年打电话, 让他以最快的时间搬出去。 当时说的是旧级, 先借住, 这都六年了, 房子也到时候还我了。 我说, 姐, 那边的房子还没装修完呢, 你容我再住一段时间。 姐觉得方法多的是, 就看你想不想做, 不是什么都必须依赖我, 靠损害我的利益来帮助你。 这次我严肃说道, 这时, 我听到电话里弟媳的声音, 咋回事? 宋月想要回房子, 告诉他, 没门, 妈可是答应咋了, 把这套房子过户给我们。 我们都住了六年了, 都有感情了, 怎么搬呢? 我听得清清楚楚, 宋年, 告诉你媳妇, 我从来没答应妈把房子过户给你们, 谁说的, 你问谁要? 再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不搬, 我只好找搬家公司替你们搬了。 宋年急了, 姐, 你这么做, 就不怕我跟美娜离婚吗? 弟媳已经哭起来了, 大骂宋年一家都是骗子。 我说, 你们要离就离好了, 我不掺和你们的事, 我只是要回自己的房子。 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 接下来这段时间可热闹了, 我爸, 我妈, 我弟, 弟媳, 弟媳的父母, 一堆人轮番上阵, 忠心思想就是一个, 让我把房子过户给宋年。 理由是我都住上大别墅了, 是有钱人, 就应该帮衬家里人。 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都挂黑了。 别说我跟周川不是有钱人, 就算我真的有一天发达了, 也不会做这个冤大头。 小时候, 父母是怎么重男轻女的, 宋年又是怎么欺负我的, 这些过去的伤痛, 这么多年, 还是经常让我在午夜泪流满面。 我能做的, 也就是每个月给父母几千块钱, 作为养育我的回报。 一个月后, 弟媳给我发来一条短信, 只有两个字, 一般。 说实话, 我根本没指望他们一个月后真的能搬。 所以, 这次这么痛快, 我还挺惊讶的。 这天, 我跟周川把公司的事忙完, 就一起驱车去了我那个小两居。 打开房门, 我见到了此生最惊悚的一幕。 从餐厅到客厅, 满墙挂满了黑褐色的不明物质。 同时, 一股不可言说的恶臭味道扑面而来。 我跟周川条件反射班关上了门, 一起扶着墙杆呕起来。 看样子, 他们为了报复我, 竟把大粪涂到了墙上。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会干出来的事。 这六年, 我没要过他们一分钱房租, 可是他却用这种方式来回报我。 对于某些人, 你帮他越多, 他越觉得是应该的, 有一天你说不能帮他了, 他就会把你当仇人。 这次, 连一项冷静的周川也不淡定了。 我们当场报警。 经调查, 是弟媳的父母气不过, 为女儿出气, 才做出这种行为。 原来他们一家人, 早把这套房子当作弟媳的财产。 我的父母信誓旦旦向他们保证, 这套房子就是给宋年小两口的婚房, 让他们安心住。 谁也没想到, 我会拒绝将房子过户, 还将他们赶了出去。 最终弟媳的父母向我进行了赔偿, 并出了清理房子的钱。 宋年一家与我彻底绝交, 再不来往。 周川怕我伤心, 安慰我, 你们是亲姐弟, 说不定哪天就好了。 我看傻子一样, 看他, 你当我是樊胜美。 没了这个吸血鬼弟弟, 我开心都来不及, 好不好。 小两居收回了, 别墅也再不用被人惦记了。 没有负担的生活, 原来这么美好。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 我妈的心脏出了毛病。 住一次院, 几万块就搭进去, 我妈手头很快拮据起来。 宋年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是我妈的名字。 首付是她出的, 一个月三千多的贷款, 也是她在还。 这天, 我妈给我打电话, 哭着说这个儿子算是白养了, 又骂了一堆难听的话。 我很吃惊, 宋年可是我妈的大宝贝儿子, 从小到大, 她掉根头发, 我妈都得大惊小怪。 什么时候这么骂过她? 我妈又继续讲, 我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 我妈现在看病要花钱, 她的意思是, 后面的贷款她就不交了, 都让宋年交。 宋年结婚这么多年, 我妈光补贴给她的, 有小三十万。 而且, 她悄悄对宋年说, 这个房子就是留给她的, 现在房子不改成她的名字, 是担心她耳朵软, 把弟媳的名字加上, 到时候两人离婚, 再分这套房子。 我妈觉得, 弟弟两口子白住着这套房子, 没有理由不答应交这每个月三千多的贷款。 可当她跟宋年说的时候, 宋年却犹豫了。 妈, 我跟美娜的情况, 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一个月挣三千多, 她跟我差不多, 我们还要养小土豆。 美娜刚给小土豆报了小提琴课, 一节课就要三百多, 她还有别的兴趣班, 加起来每年得五六万。 我们哪还有钱还房子的贷款呀? 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而且, 宋年略带责备地看了一眼我妈, 您最近给我的生活费越来越少了, 我妈一听不乐意了, 拿手指指点她的脑门, 你还有脸说呀, 你都是三十多的人了, 还让我这个老妈每个月给你生活费, 你自己不会想办法挣吗? 人家送快递, 送外卖, 都比你挣得多多了。 送外卖多累呀, 我可干不了, 我现在的活挺好的, 不用到外面跑, 再说了, 不是还有我姐吗? 宋年小声说, 我妈恨铁不成钢, 你还好意思提, 你都给你姐得罪成那样了, 那还有脸问她要钱? 反正, 这贷款我是付不了了, 我得留钱治病。 宋年最后说, 我回家跟美娜商量一下, 听到儿子这么说, 我妈已经很失望了, 可接下来宋年打来的电话, 更让她对这个儿子失望透顶。 原来, 宋年回去跟弟媳一提, 弟媳当即就炸锅了。 本来, 我妈最近已经不大补贴他们, 现在再加上 三千多的贷款, 相当于每个月增加了很大的开销。 而且这个房子没有弟媳的名字, 弟媳说她绝不可能 给别人的房子付贷款, 除非房子过户 给她和宋年。 宋年这么一说, 给我妈气得, 差点当场犯了心脏病。 她辛辛苦苦一辈子, 全都是为了子, 结果儿子 现在跟媳妇统一战线, 还威胁她 必须改名, 才还能还贷, 一副吃定她的样子。 她这次是真的伤心了, 在电话里哭得泣不成声。 然而不久之后, 发生的事, 让她恨不得 没生过这个儿子。 我妈要动一个大手术, 得准备不少钱, 这让她动了 卖房子的打算。 她就试探性地 问了问儿啊, 妈没钱治病了, 想把你现在住的 这套房卖了治病。 没想到, 宋年当场就拉下了脸, 妈, 房子卖了, 你让我们一家三口住哪? 妈给你钱去租房子, 我这个病等不了啊。 哎, 宋年不乐意了, 我这辈子还没住过出租屋, 美娜也不会跟我 去过租房的日子, 你这么做, 不是逼我们离婚吗?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我妈的眼泪 瞬间流了下来, 我这个妈 对你还不够好吗? 你看看你跟你姐, 你摸着良心问问, 我对你怎么样? 你重男轻女, 你乐意, 宋年毫不留情, 反正这个房子 我不会搬出来, 要卖你就卖 你自己住的这套。 我妈气得垂胸顿足, 房子卖了, 我跟你爸住哪? 妈这是等钱救命啊, 宋年一脸无所谓, 又不是没别的办法, 再说, 还有我姐呢? 我妈浑身哆嗦, 你就知道找你姐, 从小到大, 你姐没想着我一点好, 我全搭在你身上, 没想到养了个白眼狼啊, 宋年见我妈好上了, 一翻白眼走了。 我爸气得 要去揍这个 没良心的狗崽子, 被我妈拉住了, 没办法, 劳两口又找上了我。 听我妈讲完, 我的心情也很差, 现在二手房行情不好, 就算要卖房, 除非骨折价, 否则一两年都卖不出去。 就算我妈重男轻女, 但她毕竟抚养我长大, 给我吃穿, 供我读大学。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不管她。 与周穿商量后, 我们卖了一部分股票, 替我妈交了手术费。 她动了大手术, 我不放心请看护, 与我爸两人轮班照顾她。 我白天还要去公司忙项目的事, 几天下来, 整个人迅速憔悴下来。 而宋年与弟媳就露了一面, 还被我妈赶走了。 那天, 我趴在病床上, 不知不觉睡着了。 醒来时, 看到我妈用插着书叶针的手, 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 我抬头看她, 发现她哭了。 我的女儿, 有白头发了。 她喃喃道, 可不是吗? 都是笨似的人了。 我笑着说, 妈对不起你。 她把头转向一边, 默默地流眼泪。 出院后不久, 我妈就宣布了一件大事。 她与我爸, 已经立了遗嘱, 将两人名下的两套房产, 以及全部存款, 都留给了我。 宋年和弟媳知道后, 找我妈一顿大闹。 我妈直接给他们一个闭门羹。 我跟周川劝我妈, 这么做宋年和弟媳肯定会不高兴。 他们不高兴就不高兴呗, 我高兴就行。 女儿啊, 我看出来了, 这个儿子我算白养了, 以后他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 那套房子, 你要不愿让他住, 就让他搬出来。 三十好几的人了, 有手有脚的, 饿不死他们。 有钱就过有钱日子, 没钱过没钱日子, 别总想靠着你。 实在不行, 小土豆我来管, 他们两口子随便吧。 没想到我妈大病一场, 通透了不少。 可那套房子我并不想要, 我和周川已经有了最完美的家, 要那么多房子做什么呢? 弟媳还是与宋年离婚了。 他说, 这么多年, 他早就受够了。 结婚本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结果到最后除了多个孩子, 他变得一无所有。 宋年主动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 弟媳带着小土豆回了娘家。 都在同一个城市, 宋年每周可以去探望一次。 但据我所知, 他不怎么去看孩子, 还常常不给抚养费, 弟媳准备告他。 这天下班后, 我突然想起一向准时的好朋友 已经超过一周没来了。 赶紧去药房买了支燕运棒, 回家一测, 果然重了。 我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周川。 得知即将当爸爸了, 他表现得比我还兴奋, 马上上网一顿下单。 什么带铲包, 月子用品的, 我笑他也太着急了吧。 虽是大龄孕妇, 但我怀孕的过程很顺利。 宝宝很心疼我, 没让我遭什么罪。 到了孕后期, 我基本不去公司了, 就在家里安心养胎。 孩子还没出生, 周川已经很有爸爸的样子。 每天都早早下班陪我, 跟肚子里的宝宝说话。 一个晚上, 我正在沙发上看电视, 宝宝在肚子里猛地一个翻身。 我不禁哀悠了一声。 周川凑过来, 用手掌轻轻抚摸我的肚皮, 说, 你说, 咱家宝贝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呢? 我反问他, 你希望呢? 周川认真的说, 不论男女, 都是我们的宝贝, 我都会好好疼爱她她。 他又问我, 你呢? 我低头看着动来动去的肚皮, 说, 我也是, 不论男女, 我都会爱她她。 但, 我更希望是个女孩。 而且, 我不会生二胎。 这一次, 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她, 让她从小像公主一样长大, 不必穿别人穿旧的衣服, 不必因为几百元而参加不了学校组织的秋游。 我要让她在我们的爱里, 阳光, 自信地长大。 不知不觉, 我哽咽了。 周川把我的头按到她的肩膀上, 妈撒着我的头发。 会的, 这一次, 一定会的。